中文字幕——YK 李承鄞的相处中渐渐地爱上了这个有会单片当人的男人 而失去记忆后的李承鄞虽然还是死性不改要时不时地利用小峰 但对于这个有个特殊感觉的单纯女子还是渐渐产生了爱意 甚至误会小峰给陪照送帕子 打翻了醋坛子 但这也没什么好惊讶的 毕竟她连自己的醋都吃 小峰和李承鄞一起逛街 李承鄞紧紧牵着小峰的手害怕她走丢的样子 对着小峰微笑一脸无邪的样子 看着小峰开心的模样露出傻笑的样子 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单纯的顾小五 其实我对李承鄞的人设事矛盾的 虽然她利用小峰成就自己的大业不可饶恕 但我同样可怜她一生都不得安稳地爱一个人 她身上有家族的使命 有成王的信念 有着我不害人人避害我的无奈 各位东宫女孩们在骂着男主的同时 有没有那么一刻是心疼她的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